透明的 可是我们知道的消息好像只能 就是文化部他们会录音而已 那这样子对外界来讲 还就是不能很及时的透明 所以我们会还是会要求说 假设没有办法让媒体在现场公开采访的话 那应该文化部也要能录影下来 然后再提供给媒体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整个过程都应该是公开透明 让除了审查委员去审查之外 也能够让民间所有的关心的人士都能了解 所以今天我们的诉求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我们有安排一个行动剧 那我们现在点一下